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連勝文槍擊案的關鍵證人杜以凱 在昨天離開台灣到大陸去 當然就有人會質疑說 他是不是隱瞞什麼潛逃過去呢 那麼杜以凱在今天下午 他也緊急趕回來 連線與記者黃玉芬 好杜以凱在昨天早上10點鐘離開台灣之後 可以說是閃電的在30個小時之內 等一下又要回到台灣了 事實上呢 他目前他的飛機已經降落了 正在裡面等著出關了 那其實呢 他的為什麼角色這麼關鍵呢 其實包括了在馬面在開槍之前 曾經多次打電話給他 到底他為什麼 杜以凱為什麼要去上海 又為什麼馬面會在開槍之前打電話給他 這些都是等待釐清的一些問題 那稍後呢 在他離開這個裡頭的狀況 走出來機場大廳了 我們隨時就會帶給您最新的狀況 帶給您最下最新的回應 以上是現場清新主播 好那麼中天新聞第一時間 掌握到的這個最新的消息 這個班機2點43分 剛剛已經抵達到了機場 那麼在稍後呢 一看到杜以凱的身影現身 我們立刻再為您重新回到這個現場做插播 好運鵬當然大家對於這個杜以凱 有很多的一些質疑 這個時候他居然還要跑到大陸去 實在是也太讓人想不透了 因為這樣更讓人覺得 他好像隱瞞了什麼不是嗎 沒有我對他沒有什麼質疑 因為如果以他的身分 跟他的跟凶手之間的通聯的話 這是非常合理 他回來才厲害了 只是說我在看現在還是得講選舉啦 不管杜以凱會不會回來 你以目前為止的證據跟案情 公布出來的狀況來看的話 那他應該跟連勝文沒有恩怨 跟連勝文應該無關 連勝文是一個單純的受害者 第二個他應該跟政黨或政治對立也無關 所以如果你以這個案子早幾天發生 反正這樣以今天案情來看的話 應該民進黨在禮拜六的時候 台中跟台北縣應該是會贏的啦 這里里拉朗嘛辦得亂七八糟 而且又是一個地方勢力的糾葛嘛 那最可憐當然是那個亡者跟連勝文 但是這裡面的你看這些 所有的自知解解 包含那個剛才那個謝委員講到 辦案板這樣 這麼全國主務的大案辦成這個樣子 我不覺得說國民黨有那個資格 保住台北縣跟台中市 這必須要講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這個樣子 待會兒我們再聽聽看 國民黨立委謝委員的回應 休息會進廣告 馬上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